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掌声尖叫声送给王一波 王一波 各位现场的媒体嘉宾 以及我们执寸秀的好朋友 大家晚上好 欢迎各位来到执寸秀 航海王圣诞2020 我们系列的发布会现场 我是主持人郭涛 再次欢迎各位 接下来就有请王一波 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晚上好 我是王一波 开场就说到了 今天是要欢迎到很多执寸秀的好朋友 但要说到了朋友这件事情 一波应该是执寸秀的老朋友了 对不对 回忆一下 其实这几年的合作当中 上一次应该在执寸秀的活动见面 应该是去年的7月份 对 差不多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也是在上海 有没有一些不一样的感受 因为其实一年的时间当中 自己也有很多的成长跟成绩 如果对你来说 一年总结一下 一年时间过得很快 然后在这一年 跟执寸秀的合作 也非常的愉快跟开心 是的 今天其实开场 我们要谢谢我们的舞蹈老师 还有开场我们的彩妆秀当中 非常专业的执寸秀的彩妆师 以及我们的model 相信今天来到现场的每一朋友 都感受到了执寸秀 为大家打造了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环境 一波我们稍微往前一点点吧 这样子离大家近一点 OK 还要跟各位预告一下 这是今天在现场的一波 要跟大家好好地分享一下 这一次不一样的一个合作系列 执寸秀跟One Piece 有了一次不一样的合作 带来了一次不一样的体验 最重要的是现场的你们 如果够幸运的话 可以来到舞台 接着跟一波来互动 当然也有一波的 喜欢的礼物送给大家 其实要说到了执寸秀 我相信一波非常的熟悉了 因为作为我们大师级的 专业的彩妆品牌 在业界有着非常多 堪称经典的单品 而且每一次执寸秀的 我们的联名限定款 可以说在我们的彩妆圈也好 时尚圈也好 都引起了非常多的讨论跟关注 就像这次的One Piece的合作 不光是一波非常喜欢 是的 我相信在现场的每一位朋友 都觉得 感觉又是一次 让大家不一样的体验 或者说是在我们的时尚界的 又一次的收藏的机会 那要说到了我们的执寸秀 当然在一波其实我们看到它的 执寸秀的新的广告当中 海报里面都有很多新的尝试 所以今天非常期待 应该跟大家分享这一次的感受吧 嗯 对 这一次合作是 One Piece也是我很喜欢的动漫 是 然后在这一次拍摄过程中 感觉每一次的化妆都像 往海盗那边的那种接近 包括一些烟熏妆 然后包括拍摄的海报的时候 会挂一些就是 配饰 配饰 对 耳钉啊那种 对 所以你们有看 王一博跟执寸秀 拍的新的海报跟广告吗 那个挑眉纱有杀到你们吗 好 那既然说到 有这么厉害的新的造型 马上有请到的这一位 我相信给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一博在这些新的造型当中 跟执寸秀有哪些非常棒的故事 让我们有请到的 就是执寸秀 中国首席彩妆师 也是执寸秀全球精英彩妆师成员 应勇义老师来到舞台 分享一下这些妆容背后的故事 欢迎小英老师 在这儿 来喽 也是一博的老朋友 欢迎您 嗨 来 有请 来 你从这儿 哇 你有应援团在那一边 其实小英老师跟一博很熟悉了 之前的合作 包括这一次我们的造型的设计 都是由我们的小英老师 帮一博来完成的 对 其实每一次化妆 老师都会帮我画一些眼影 对 每次都有新的体验 问一下小英老师好了 在您印象当中 一博是一个什么样的男孩子 首先肯定是帅对不对 第二个呢 酷啊 当然最印象深的是什么呢 很近距离去看他跳舞 我们在拍广告的时候 有兴趣见到这个 这个是让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给大家想想 是 就是一个酷 guy 好 既然说到了合作 这一次其实在我们面前看到的 这一个也就是我们直村秀 跟one piece合作的一个 应该叫做化妆盒 对不对 这个是一般女孩子一个人化妆的话 自己可以用的化妆箱 然后里面有很多的宝贝 打开之后就是接下来 要跟大家好好介绍的 我放出来 这一个我们不用介绍 我们的节眼有 可以说有非常多的人在用 是的 最重要的 我们要讲一下 一博眼睛上画的这个 是不是这个牌 这个 这个其实非常的厉害 我们先看一下封面好不好 还记得这个吗 我们先看一看 其实上面画的就是 one piece里面的经典的图像 伟大航路这个牌 其实这边的话呢 我可以多讲一下这个 帮大家拖点时间啊 所以呢 大家不要轰我就好了 其实这些里面 一博是真的有在拍广告的时候 尝试过的颜色 他有一直在用 只能用眼影呢 它因为有六个不同的质地 所以呢我们很多女生呢 其实在化妆过程当中啊 可能平时对眼影的这个颜色 会比较敏感 但是呢 质地啊 很多人没有真正在眼睛上去体验 那么多不同的质地 所以呢在这边呢 质地 会帮助我们亚洲人 更好的去上妆啊 所以就是为什么这个眼影盘 画出来 一博都很好看啊 是不是 哎 其实说到了这个眼影盘 它是有两个不同的 两个不同的系列 还有一个 这个其实就是跟一博的 应该是一个同款 你之前其实有在画在自己眼睛上的颜色 就是有里面的颜色 对 然后呢有两款 其实这款呢 我是觉得对很多女生来讲 喜欢这种偏红润一点的颜色 也可以选择用这个 所以这个颜色呢 也是一博有用过啊 当然是不在我们的主画面上面 嗯 两个眼影盘有着不同的名字 分别是万里阳光跟伟大航路 是的 也是跟one piece有关 其实要说到了眼影盘 我觉得除了刚才老师介绍的质地不同 嗯 非常棒的设计之外 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 应该是一博 其实我一博 你你有没有感受到 男生其实涂口红这件事情 之前尝试的多吗 呃 其实 主要是为了 让嘴上有一点点颜色 哦 不然会显得很干 当然平时的话我也不愿意涂 你也不会涂 对 都是硬硬就是拍摄的时候需要 但是这一次涂完了执孙秀的这一款口红之后 你发现其实是很自然的 而且老师用的手法也很特别 是不是 首先呢 口红也有六个质地啊 给大家讲一下 所以呢 同样的颜色大家选的时候 还是稍微试一下哈 另外呢给一博不可能直接涂啊 这样涂的话我估计也要被大家 骂死了哈 所以呢我给他用的不好涂 不会啦 对 对 画得不好看肯定对不住大家 是不是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用的是薄涂啊 又好看又自然 对不对 OK 就是用薄薄的一层涂在唇上 对 然后有两个颜色啊 一个是这个 层层层枪的这样的一个橘啊 还有一个呢是我们说的红棕 巧巴色这个颜色呢是主画面的一个特别好看 大家可以试试看 是 而且我觉得这一次的我们的小黑方的设计非常的棒 他其实一波你有看到他其实把很多我们在one piece当中 人物的一些颜色 是的 和他的一些性格放在了我们的唇膏当中 让大家觉得其实不仅仅是一次外观的变化 更多的是从内到外一次联名合作 嗯 好那接下来问问一波好了 在这些众多的我们的联名单品当中 如果让你选一款 你自己觉得非常让你喜欢的单品 你会选择哪一个 因为刚才就提到 就每个角色跟每个产品有很好的融合 是 所以说在角色里其实我就特别喜欢索罗这个角色 哦 然后就砍刀眉笔呢也非常完美的融合 砍刀砍刀嘛 索罗也是用刀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个砍刀眉笔 包括平时我用的就是在化妆的时候 用的也比较多 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 所以众多单品当中 你特别喜欢我们的砍刀眉笔 对 其实要说到砍刀眉笔 我们就要问一下小英老师 其实除了像一波说的 它可以跟索隆一样 有着很多不同的一些联名设计之外 它自己也有着特别多的功效对吧 对我来说哈 直层秀的眉笔一定要削 你才算真正拥有它 如果很多人都是没有削 或者没有去专柜啊 把削出这个形状来 那你可能就没有感受它这种 画出根根分明的眉毛来 是 所以这是直层秀品牌的一个非常棒的服务 以后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这个消眉笔 OK 当然就像一波说的一样 画起来之后就感觉真的像索隆一样 非常的有精气神 对 而且各位 那个挑眉纱的眉毛就是用它来画的 对不对 所以看一看 这就是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 我们有关于直层秀跟One Piece的联名合作单品 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合作单品 大家可以去到我们的平台上去看一看 还是要谢谢 谢谢小英老师 给我们分享到这么多好的单品 也谢谢帮一波画了个很棒的妆 来一波我们一步到前面来 其实刚刚我们说到 这些单品当中 每一个都有着背后很多的故事 你特别喜欢砍眉刀 但是其实说到了我们的单品当中 我们一会要真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我们的广告当中 或者海报里那些妆容是怎么样呈现的 不过各位 要说到了One Piece这件事情 我相信除了伊博在内 应该现场的很多朋友 对我们的航海王海贼王 应该非常的了解吧 你们有看过这部动漫吗 伊博当然也看过 而且很了解是吧 是的 你最喜欢里面哪个人物 索罗 就是索罗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我们要让伊博其实也要在现场 变身我们的一个小小的考官 我们要邀请我们台下的五位 植村秀的好朋友来到舞台 跟伊博来进行一次 应该叫做植村秀One Piece互动 看一看你们五位 是不是真正的了解 植村秀和One Piece 来 我们欢迎这五位 植村秀的好朋友 欢迎你们 欢迎大家 哇 纳梅你这么来了 好的 欢迎五位 其实五位不用紧张 我们今天不用抢答的方式 五位呢 我们一会儿会有十二道题目给到大家 大家可以每一道题商量之后 派一位代表告诉我们答案 如果每一道题回答的都准确的话 每个人都可以拿到植村秀 送给你们的礼物 好不好 好的 接下来 伊博你准备好了吗 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 第一道题要考验的题目是 陆飞的海贼团被称为什么 A 草帽海贼团 B 黑胡子海贼团 这两个都真是存在的 都存在的 你们不考虑一下吗 确定吗 是草帽海贼团 还是黑胡子海贼团 3 2 1 同意答案 A 草帽海贼团 确定吗 一博你觉得他们回答对吗 当然对 因为其实看logo One Piece的话 就有一个彩帽在上面 对 也是陆飞的标志 而黑胡子海贼团 是草帽海贼团的对手 应该叫做 所以看正确答案是 就是A 草帽海贼团 恭喜你们 第一题都答对了 来看第二题 第二题很简单 草帽海贼团 第一艘海贼船 叫做什么名字 A 黄金梅利号 B 万里阳光号 提醒你们这两辆船 都是存在的 来 三 讨论一下 一个人回答就好了 B 吗 万里阳光号 第一艘哦 考虑一下哦 哦 三 女孩子 多想一想再回答 更容易有正确答案 考虑一下是A还是B 你要不要给他们点提示 这两艘船是真实存在的 一个是羊头 一个是狮子头 哎 一个是羊头 一个是狮子头 三 二 一 统一 选的是A 你看 没错 就是黄金梅利号 这是第一个 这个是挂着山羊头 然后第二艘是万里阳光号 挂的是狮子头 好了 算你们第二道题答对了 来看下一题 陆飞的海贼团有几个人 A八个 B九个 这个不难吧 每一次他们集体亮相的时候 都是那几个人 考虑一下 给点提示 怎么办 不是八个就是九个 我提醒你们真的 怎么说呢 这个一说就是有答案了 最近又新加入了一位 最近有 最近 哎不对 一直就是 你 那个还没有加进去吗 那个还不算 他们其实一开始 就是这个 有新加吗 其实之前就有 我们俩在讨论什么感觉 下来讲暗语 你想想一波都提醒你们了 是不是 三 二 一 九位 恭喜你们答对了 就是九位 这一位 圣平没有加进去吗 没有 加上他就十位了 好 恭喜你们 九位 这是我们的海贼团 陆飞海贼团的基本人数 接下来下一题 有点难了 来看下一题 陆飞的生日是哪一天的 A四月五号 B五月五号 哪一个 还是八月份的 没有八月五 不要乱讲 提醒你们 提醒你们 可以想想 刚才你们选的 是哪个选项 三 二 一 五月五号 这是陆飞的生日 是哪一天 好 再下一题 下一题 比较有意思了 来看 乔巴最喜欢的食物是 A 所有甜食出棉花糖外 B 所有肉类 这两个其实也都合理 因为有一位人物 他喜欢的就是吃肉 有一位喜欢吃甜食 同意一下 这五个女孩子非常有意思 在台上一副就是 王一博快告诉我答案 想一想 乔巴是个很可爱的形象 他应该吃的是什么 是不是 选的是 A 来看正确答案 没错 就是所有甜食 好 好了 来看下一题 我们加快速度了 佐罗其实也就是索隆 那他平时最喜欢做什么 A 做饭 B 喝清酒 我提醒你们 反正 不大喜欢做饭吧 不喜欢做饭 但应该吃饭 吃饭挺厉害的 当然 那他喜欢吃饭 也喜欢喝清酒 恭喜你们 选对 选对了 就是B选项 下一题 同样还是来自索罗的题 索罗在哪里出生 A 东海龙王 还是B 南海龙王 我跟你讲 这几个人大部分都出生在同一个地方 是的 对 你想想我们是来自哪里的 我们是 是哪里 这个姑娘真的是 那个选B的姑娘 我们是来自哪里 我们是哪方人 我们是南方人 我们是东方 好了 这位南方的姑娘 你选A对不对 好 你公布正确答案吧 是 东海 恭喜南方的姑娘答对了 来看下一题 这道题 好好地想一想 有点迷惑性 此次 直尊秀 航海王 限量系列 一共有几款 唇膏 新色 挺好 新色A 6款 B8款 这个有点迷惑性 新色 想一想 其实 里面的颜色 有 这几款是专门在这个限定款中出现的 这个限定款发售完毕之后 这几个颜色就不再生产了 想一想 你想想它是限定款 限定款的数量一般都会比较少一点 选A 来看正确答案 没错 那在我们的色号当中的784跟163这两个色号是之前就有的 那我们有六个新的色号加入到限定款当中 好的 来看下一题 直村秀 直村秀 航海王的联合logo中的哪个元素 是与航海王的原logo不同的A字母B唇膏 太简单了吧 满场都是 是什么 321 竟然还有人选A 这几个男方姑娘们是怎么回事 好吧 很显而易见 一博 唇膏 里面把I变成了唇膏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 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刚才要认真听讲我说过答案的 两款眼影盘的名字分别是A 万里阳光伟大航路 B 万里阳光草帽海盗 321 统一答案 都选A 恭喜你们答对了 分别是我们的万里阳光和伟大航路 一个蓝色一个棕色的 好的来看下一题 金色的人物群像图中 佐罗手持的是直村秀的哪个产品 A唇膏 B砍刀眉笔 我们要跟大家讲 佐罗也就是索隆 其实是翻译不同的一个叫法 321 请选择 就是王一波最爱的 砍刀眉笔 砍刀眉笔 没错 就是那一个人物 最后一道题咯 看你们能答对 李悟就等着你们了 除美妆产品外 下列哪个航海王人物 此次化身为限定玩偶出现 A路飞 B乔巴 321 我不提醒你们了 这是真的是限定 只有在这一次的联名合作中才看得到的 而且刚才我们在化妆间看到好多好可爱 所以王一波你说正确答案吧 是乔巴 恭喜你们 选对了就是乔巴 好以上的题目就是今天要跟大家互动的所有题目 恭喜你们在我们的提示下每一道题都答对了 所以我们要给每个人送上一份植村秀的礼物好不好 来有请李悟拿上礼物一波来送给他们 来 每个人一份 好 男的 谢谢你们 最重要是你们要谢谢王一波提醒了你们答案 好 谢谢谢谢五位 谢谢可爱的粉丝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参与 谢谢你们对职孙秀还有王一波的支持 谢谢 谢谢 好 来一波我们再向前一步 回到中间来 好的 刚刚的互动其实在我们的问题当中就传递了很多有关于这一次联名合作的一些产品 当然大家可以去看一看 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非常棒的单品之外 我们的体验区里面还有很多植村秀 这一次跟one piece 带给大家非常棒的彩妆的单品 一会可以去体验 不过接下来要问问一波好了 其实刚才我们开场就说到 这一次你也讲到 跟我们植村秀的一种体验是带来了很多 其实在妆容上你自己的尝试 我们就把那些你们非常喜欢的海报现场展示一次好不好 一起来看大屏幕 他来了 他来了 他是谁 好帅啊 而且 就真的是酷盖的感觉 你现在要不要还原一下 还原 还原不了了 而且 而且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他其实是做了一个把我们的one piece当中那种悬赏海报的一个logo放在上面 是的 这个装如果让你分享一下 你特别想跟大家分享一些什么 烟熏装吧 烟熏装 对 画到下面就比较有那种气势的感觉 哇 之前也没有尝试过 对 而且那个耳钉的设计 其实就跟你喜欢的锁龙一样 他也是有耳钉的 对 他是三个筋的 你是两个赢的 当然 我觉得这一次这个设计非常的棒 你看底下还有那个背里的那个数字 是的 对吧 做得非常的逼真 那当然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这些上面看到的一博的妆容 都是我们这次联名款的一些单品完成 同样在现场各位可以去体验一下 那接下来就要考验一博的时候到了 其实要说到了跟直松旧的合作 可以追溯到两年前就一直有合作的故事 并且这一次其实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不一样的体验 也是全新的开启 在现场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在我们的活动开始前 在体验区有去打卡 有去体验 或者说跟一博一样上传一张你们同样的刚才的悬赏海报 有去完成这些动作吗 没有 那真的接下来这些刚才说到的 我们的直松秀跟One Piece的限定玩偶 可能就跟你擦肩而过了 没办法 那当然 如果说你在我们的活动开始前 完成了打卡 或者是去体验了我们设计的互动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一博 在现场抽出两位幸运的粉丝 分别是 分别是我们直接就凭幸运抽出一位运气奖 还有一位是通过我们在互动区 每次打卡解锁一个互动之后 就会有积分 看一看最高积分奖会是谁 我们接下来有请一博喊开始 跟停我们的大屏幕就开始滚动了 来 有请一博 好 开始 我们先是运气奖 停 好 看一看是哪一位 恭喜这一位 对 就是你 幸运尽在咫尺 您不用上来 但恭喜您 因为您够幸运 所以稍后您可以凭借手机截图 就是这一张截图 去我们签到去领取我们的限定玩偶 好了 接下来我们看这一边了 同样一会一波喊停 看看最高积分奖会是谁 好 停 来喽 来喽 这位很酷 恭喜这一位男生 您获得了一波来抽出的我们的最高积分奖 同样在我们的活动结束之后 凭借您的这一张同样的手机截图 去我们签到去领取直村秀 跟One Piece的限定乔巴公仔一份 谢谢两位 其实说到了运气这件事情 我觉得每一次的合作 应该都是一个好的运气的开始 刚才一直在讲 一波跟直村秀有很多的故事 如果让你回忆一下 在这两年当中 或者是跟直村秀的合作当中 有没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记忆瞬间 对自己印象很深的 有 因为其实有两次都是要出国去拍摄 是的 然后每一次拍摄的感觉都 就是非常精心的准备了一些很好的造型设计 而且是突破了我以往的一些 就是造型吧 然后在拍摄的方面 也跟了很多的很厉害的摄影师们去合作 是 感觉也见识了很多 是 帮你回忆 对 我帮你回忆一下 在18年的时候 一开始 直村秀就带着易博去到伦敦东京 去拍摄非常多的我们的大片 然后里面也尝试了很多不同的一些造型 是 就像刚才小英老师说的一样 每一次的合作都非常的有期待感 那这也是体现了直村秀的匠心和匠人精神之外 也是在不断的把我们的美妆哲学 用突破创新的精神带给每一个去追求极致美丽 或者说让自己的美变得更加的与众不同的人 也谢谢这一次直村秀再一次的跟王一博有牵手的机会 让大家看到更多经典的作品 那既然说到了是一次全新的升级 我们接下来就要邀请各位 也要邀请一博把目光聚焦在大屏幕上 我们会看到直村秀跟王一博 这一次有了升级的改变 一起来看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到的就是直村秀全球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 不一样了 其实这是一次身份的升级 之前一直是我们的 也是国际全球品牌的应该叫做大使 这一次升级为全球品牌代言人 也是再一次看到了直村秀的诚意 也希望着这一次的携手合作 会带来更多让大家惊喜的单品跟好的作品 怎么样感觉如何 谢谢 很荣幸是不是 对 非常荣幸 谢谢 好 那既然说到了分享这件事情 我们马上要邀请到的 就是跟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的 我们邀请到一起揭晓此次全新 王一博全新title正式官方升级 以及揭晓此次直村秀 航海王2020圣诞联名款系列正式上市的各位来宾 让我们欢迎到的是 欧莱雅中国副总裁 蓝珍珍女士欢迎您 还有欧莱雅中国首席数字营销官 Hagen先生 Mr.Hagen 以及欧莱雅集团直村秀品牌总监 塞纳女士 直村秀中国首席彩妆师 印永逸先生 直村秀品牌公干传播总监 孙宁华女士欢迎各位 Let's welcome 欢迎大家 欢迎欢迎各位 都是一博的好朋友老朋友了 来我们有请工作人员拿上香槟 一起来记录这非常重要的一个时刻 相信今天晚上也让大家感受到了 不一样的一次升级 也代表着直村秀 再一次跟一博在国际全球的层面当中的一次升级合作 来有请各位我们拿起香槟 我们一起看正前方好不好 当然这一杯香槟就是要共同开启直村秀 航海王系列海上巡装 以及一博合作全新旅程 3 2 1 Cheers 我们的大屏幕上也出现了我们的 应该叫做海上巡装之旅 我相信这一杯香槟当中也开启了直村秀 跟王一博全新的合作 也让大家可以在线上线下 可以按照我们的航海图去寻找来自直村秀的美丽 好 我们再看一次正前方 再看一次正前方 好的 谢谢 谢谢我们各位直村秀的沙冰领导 谢谢 那一博稍作刘布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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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饮而尽 一饮而尽 我看他们都干了我也干了 你果然是锁龙 真的 好了 既然呢 我觉得每次碰香槟的时候 代表的就是一份祝福 一份寓意 当然 接下来 一博也要把这份寓意 送给现场的每一位朋友 好不好 来 希望大家用直村秀化妆 越化越美 越化越酷 每个人都做像王一博一样的Q guy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 持村秀全球品牌代言人 王一博 谢谢 谢谢一博的分享 谢谢 谢谢一博 下次再见咯 谢谢 永远的Q guy 王一博